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尔海 尔海之所以以尔命名 则是因为它形若人尔 尔海的称呼则源于当地习俗 身居内陆的云南地区远离大海 使得当地民众对于大海常怀向往 所以湖泊在云南多被冠以海之名号 尔海之中 如今还生活着上百万年繁衍下来的土著物种 尔海螺丝 尔海螺丝其实是高度特化的一种田螺 只分布于云南的高原冷水湖泊之中 它们的体型硕大 壳上有着发达且夸张的一圈圈凸起 被称作泊 这样的特征在其他田螺中难得一见 如此华丽的泊 也使尔海螺丝成为田螺科中最具辨识度的泊群 位于尔海东岸的贝丘遗址 以及散落在尔海之中的螺丝化石 肩部无一例外都被敲开 并有明显被缩过的痕迹 说明 史前时代尔海地区生活的先民 便以尔海中的螺丝作为食物来源 这些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也让先民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得以果腹 并将文明传承至今 作为高原湖泊中的类群 螺丝对环境和食物要求非常严苛 这也让它们面对生境遭到破坏时 显得格外脆弱 作为土著物种 它们主要以水中的硅藻为食 这样独特的食性 既可以净化尔海的水质 又使它们可以在较深的水域生存 又不至于在禁岸潜水区域生态被破坏时 家族成员全军覆没 然而随着过去几十年里人口增长 湖泊一度无序开垦以及过度捕捞 加之福寿罗等外来物种的入侵 挤压了尔海螺丝的生存空间 尔海螺丝的数量逐年前少 甚至一度走向灭绝的边缘 如今随着尔海生态的逐步好转 以及每年进行人工增值放流 相信罗斯家族在尔海之中 必定可以恢复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